许莫晨是帮咱们家还了五百万 可你不能因为这个就让我嫁给他吧 五百万我会还的 那五百万不是许莫晨 是丁文啸替你们还的 您知道丁文啸为你女儿做了多少事情吗 我笑够了 别说了 你又没有做见不得人的事情 为什么不能说 为了严夏的设计能够被认可 丁文啸这傻子 赌上了一辈子的身家 为了帮严夏还债 他把三千多万的房子 以三百万抵押给我 可为什么他成了罪人 还被误解会拆散你女儿的幸福 这世界到底还有功力吗 文啸 你失去了一切 也失去了我 难道你一点都不疼惜吗 严夏对你而言 只是个过客 但这里不是你的归属 我早忘了拥有家人的感觉 这里 真的可以成为我的家吗 或许 我只是个过客 短暂的停留 你喜欢我 怎么说着呢 只有室友的关心 只是室友的关心 对 只是室友的关心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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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最无助时呢 如果你向我告白 我可能 就这样 你就把我当你妈 以后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就一定做 谢谢阿姨 一家人不说客气话 微笑啊 多吃点啊 别拒束 好 好 至于珠子的家常菜 是早已被我遗忘的那种熟悉的味道 这就是家人的感觉 丁总 来 吃菜 丁总 我妈说的话你别在意啊 你习惯就好了 其实 我挺羡慕你的 羡慕我什么 辛苦经营消逝光年 勉强维持生活啊 真正的富有呢 并不是经济上的富有 而是感情上的富有 和自我的目标 虽然生活是艰难了点 但是你有家人的陪伴 能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喜怒哀乐 而不用一个人承受 你看 虽然萧氏光年不大 但是她的精神却是可贵的 尽管面对潮流的抨击 她依然坚守着固有的传承 哪怕一针一线 也永不妥协 一尺凉千丈 一心如万针 在这一刻 我终于寻找到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 永不消逝的光年